王一博可谓是当代青年人崇敬的又以青春榜样 1.王一博青少年的她可谓是沉迷要趁早 不知道很多年轻人知不知道 民国初期文学才女张爱玲曾有一句名言 出名要趁早 这句话对1997年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的王一博来说很是适合 我们看一下王一博青少年的成长简历就知道了 11岁的王一博有一次生病在医院书点滴时 她看到电视里跳街舞很是兴奋 一下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接下不解之言 由此开始学习舞蹈 两年后王一博被选为去韩国的练习生之一 15岁就成为演唱会嘉宾 17岁正式参加文艺会演 22岁出演陈琴丽一举陈明 王洛名气大增 都形容成功者在陈明前是沃心长胆 十年磨一剑 谁又能想到王一博陈明前在短短几年里承受怎样的力量 有位名人说过 没有什么毫无道理的横空出世 如果没有大量的思考专业和良好的耐压能力 王一博是不会有这个陈就的 我们多数人认识王一博都是通过电视剧和文艺舞台上的表演 多数是在他大横大子的时候知道的 又有多少人知道他陈明前经历怎样的磨难 他是用了近七年的历练才走到大众面前 人们往往看到的是突然的冲天大火 又有多少人知道闪闪发光之前的王一博 在默默无闻的历练中积累能量 王一博从喜欢街舞到参加比赛被乐华娱乐发现 再到被送到韩国当恋新生四年的每日每夜的训练 这其中的辛苦恐怕没有多少喜欢他的青年人所知道 2.王一博胸怀大志的他在历练中成长 年轻的王一博出道前 有一次媒体记者采访他 几年前的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当时王一博很分距和直白的说 我在未出道做准备 这个回答真显示王一博胸怀大志 真是自古英雄初少年 这就是近少年的王一博情怀和胆阔 虽然那个时候他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出道 甚至在韩国的练习生比赛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因为他们是淘汰制 今天你还在这训练 但明天就可能走人 但他依然全力以赴的在为梦想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在超强训练下累到体力不知 可他一分钟也不敢停下 王一博深深的知道 当你选上这一行 无路可退 必须记录永进 2019年是王一博魔力七年后成名的一年 王一博和肖战出演陈情令使他一炮走红 网络人气大增 王一博他把蓝战演绎的入目三分 完美的诠释了那个雅正 坚默的蓝忘机 使剧情中角色和他本人双双收益 三 王一博成名后的他不仅仅给青年人带来掌声 七年来王一博的努力没有百费 王一博这种正能量的艺人 不仅仅给我们青年人带来观赏他精彩演绎的掌声 从他拼搏的经历 更让青年人看到了他的精神和情怀 希望他能影响更多青年人 与他的拼搏奋斗精神为榜样 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和事业 纯粹的坚持下去 而不是跟风和盲目崇拜 掌声背后我们要看到 王一博身上最显著的优点 就是有股不服输的劲 有种拼搏的精神和情怀 值得很多年轻人学习 网友们 你们怎么评价新秀王一博全能的敬业精神